金酱肉丝怎么做才好吃呢? 今天分享几个小技巧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首先准备15张的春茧皮 放入锅里蒸15分钟 再准备一块牛肉 今天就用牛肉做金酱肉丝 没有牛肉的可以用瘦肉代替 先把它切成薄薄的片 刀工好的尽量把它切薄一点 再把它切成牛肉丝 牛肉要逆着纹路切 吃起来才更嫩 全部巧合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调一下味 倒入一小勺盐 適量的胡椒粉 再来一勺生抽 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再倒入一勺豌豆淀粉 食肉Q糖滑嫩 没有豌豆淀粉的可以用其他淀粉代替 太干了加少许清水食肉更鲜嫩多汁 再把它摔几下食肉更筋道 最后倒入一勺茶汁油 守住肉的水分 并且使肉不易结块 抓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 碗中倒入一勺甜面酱 一勺生抽 一勺白糖 一勺澱粉 再倒入小半碗清水 再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放一盘备用 再切一些配菜 把香菜切小段 全部切好放盘子里备用 再切一些胡萝卜丝 刀工好的尽量切细一点 切好装入盘子里 再切一些金葱丝也尽量把它切细一点 全部切好放盘子里备用 牛肉丝腌制好 用筷子把它弄散了 起锅烧油倒入少许食用油 油温三成了倒入牛肉丝 油温不能太高 会把牛肉烫得太老太硬 用小火把牛肉丝划散 把牛肉丝煸炒出变色即可出锅 用小火煸炒出的牛肉丝既滑嫩又不粘锅 再用肉勺捞起裂肝油放入碗里 锅流底油放入蒜末葱末煸炒 中火炒出它们的香味 再倒入牛肉丝裂炒 最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再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它收至汤汁浓稠即可出锅 这个时候我的春茧皮也蒸好了 把它倒入盘子里 再一张一张的把它撕开 再像视频中一样把它叠起来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把它一次的摆在盘子里 再放入金葱丝 胡萝卜丝 切好的香菜 再倒入炒好的牛肉丝 这样我的金酱牛肉丝就做好了 哇真的太香了 吃的时候把肉丝夹到春茧皮里 再加入金葱丝 胡萝卜丝 再来根香菜 先把它两边对折包起来 再左右把它对折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吃了 赶紧小会做给家人吃吧 牛肉丝鲜香滑嫩酱香浓 相信我真的超级好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香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